要从灾难经验中学习 今天凯莎纳在后365天系列报道 带您看此际重点援助的玛丽吉纳市 她曾经被票选为全菲律宾最干净的城市 但是一年前的风灾最干净的城市 变成什么样子被将近一层楼高的泥泥所覆盖 曾经人在玛丽吉纳深入玛兰淡里 南卡里和杜玛纳里 这三个里人口加起来就超过了16万人 地毕之广 可以想象和我们台湾所认知的礼是不太一样的 现在走进了玛丽吉纳 玛丽吉纳玛丝处处开花 还有人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 像一对经营杂货店的夫妻 杂货店同时也是玛丽点 而两人随身携带的笔记 对每一个玛丽点的资料和回收情形 都记录的相当完整 川流不息的车辆满是吉普尼和摩托三轮车 这是菲律宾独特的交通工具 但就在街道上垃圾随处可见 同样一条路通到玛丽吉纳 居民从乱丢垃圾变成做环保 现在在我旁边这一条呢 就是玛丽吉纳河 去年风灾河水泛滥淹没了家园 不过呢现在风灾过去 我们可以看到玛丽吉纳很不同的景象 就是每隔几条街就可以看到环保点 大家都在这边做回收 也许你看过静思雨一条街 但是你可能没看过环保点满乡里 从平民区到清真寺 一年来玛丽吉纳从没有环保点 至今超过八十个 平常在做生意的小贩 这一天三轮车里不卖养乐多 装的是大大小小的灰色物 每个人都没有收集成的小贩 我会给予到房间 然后我会给予到你们 我会给予到你们 为什么会给予到你 为何要让你帮助助你 去年才能收集成的小贩 因为我们帮助我们的洞 所以我们就帮助我们 我们帮助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帮助予到我们 用行動表達高度認同 其實在馬蘭黛裡推動環保 少不了的靈魂人物 就是里奧和卡文夫婦 每天我去 visit visit the station every day 在早上 monitor the volume I count the how many sack every day how many baton every day put here Yes I put here Good very good 不只是經營的雜貨店 同時也是環保點 悄悄卡文隨身攜帶的筆記 密密麻麻的 詮釋每一站的資料 和回收情形 能有這份認真 是因為了解 其實我想要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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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工程可不可以幫助 如果我們的財務 團會幫助我們 我們在馬里 sorcer的地方 我們現在在馬里 pepper 我們正在環境 這個地方 是在做環保 希望把它送到 进入社区 因为每个人在带动的时候 他都会跟他的走的牛舌去解释说 为什么要做环保 怎么样做环保 走在玛丽井纳的街道 回想风灾当时 将近一层楼高的污泥 覆盖曾经被选为最干净的城市 而今污泥清除了 唤醒的还有环保意识 环保示范村 指日可待